它会带动非常多缺料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后面业绩大好股价大掉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那台股今天就指数的部分 目前录影的时间是12点48分 是下跌大概120几点 那主要是涨在传产股 包含金融、银件、钢铁、观光、纸类股等等全部都涨 那跌是跌在电机跟电子股为主 那电子股当然是来自于因为美股的拉回 肺半拉回 NASA小跌 S&P500也跌 只有道琼维持一个小涨 那跌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美超维跟超维昨天公布财报 那股价都跌了不少 尤其是美超维跌了14% 所以当然对于台湾的相关的AI股 它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今天大概普遍来说都是跌 但其实如果说 你有每天看我的文章 我大概在今天盘中文章其实我就写得非常清楚 美超维它股价跌 是因为大家原本预期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好学生 你就是应该要裁年第一名 以及得到书卷奖 但只要稍微差个几分 哇那个失望性的卖压一跌就跌14% 并不是说它的营收不好或者财测不好 它的营收如我预期的就成长200% 大家认为比预期的少了一点点 那财测预期也持续成长 持续看好AI股价是大跌 那是因为大家对于它的期待真的非常的高 当然它有没有瑕疵可以挑有 它说因为缺料的问题 所以持续是困扰 所以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它实际的出货 如果说不是因为缺料 它低级的出货会比它大家所看到的数字会来的更多 所以其实就是缺料问题还是有待改善 那全球所有AI里面的几乎所有的零组件 除了里面的HBM高频宽的记忆体 台湾没有做之外 就全部都在台湾 全部都在台湾 所以要解决缺料的问题 要靠的其实就是台厂 所以看到美超为这样讲 其实我认为台厂是受贿的 只是说你不要去买跟美超为 一样的相关系统厂商 比如说技嘉 伪创 今天一定都跌嘛 跟着美超为跌嘛 技嘉跌 伪创 今天反倒还小涨 广达今天也小小涨 但这些系统厂就像我说的 他们长期毛利率就是那么高 也不会因为今天变成AI Server 为主要的产品毛利率就高到哪边去 你看美超为其实毛利率也是有压力 所以它本一米都不会太高 但零五件就不一样 因为美超为昨天讲第二个重点说 它再来主要的出货的主力产品 主要动能是水冷的伺服器 所以很明确的水冷它就是一个主流 所以前两天才告诉说水冷因为缺货 大家产能都不够 系统厂美超为广达红海这些公司 想要赶着这9月份要出DV200的Server 水冷这一块等于是 只要你有产能产品OK 通过认证价格都好谈 所以缺料之下爽到谁 爽到台湾这些相关的零主线的厂商 所以我认为台系的这些零主线厂商 它更应该打仗 所以不是说每超为跌14% 台湾的AI股就挂了 刚好颠打 它跌是因为缺料导致它的营收或者财测 不如大家的预期 后面收货也就是台系的相关路线 所以这个趋势非常明确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一档一档来看 那比如说IP股 晶晶科我的看法 季线461 我认为5月份有机会先回到季线再说 先回到季线 超过季线的机会都是有 因为5月份其实在他的法人座谈里面 都有陆续提供说 比如说PCIe的一些相关的案子 至少两到三个案子陆续积极的在洽谈当中 7月份看起来来不及前 但是5月份很有机会 相当有机会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新的利多在5月份发生 那不要说回季线 因为从这边到季线 我认为筹码都空了 任何一个一丁点的利多出现 V转上来穿越季线回到高点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在5月份有机会回到季线的很多 比如说世新 季线目前在3547 这还很遥远 股价慢慢变高 创意也是持续变高当中 季线比较近 1405块 我相信这个很快就要超过了 M31 季线更遥远 在1482块 现在在1200块钱 这个我相信这个上去也会很快 具有科 这个也是这一波暴跌的IP股 季线在307 现在股价在245块 所以这一些跌深的IP股 其实都具备大涨的条件 只是说市场在持续做一个快速的轮动 那前几天主要是轮CPU跟随了 这两天稍微休息一下就变成传产股 但传产股是因为ETF要买 比如引荐金融 那个不是一个大趋势大行情 那只是短线ETF买盘造就股价大涨 你要操作OK 但不要跟当初0094 00939 那些相关股票 或者那些相关ETF 你要踏在高档 所以短线有赚自己记得要跑 趋势还是在AI相关股票 然后美超围它会带动 非常多缺料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后面业绩大好股价大标 所以今天早盘买进一档低价美超围的供应商 零组件的供应商 美超围低价美超围标股四叉叉叉 早盘买进11点多亮灯所涨 供货美超围零组件 而且6月份将要董监改选 美超围有极高的几率跟当初一样立台 进入他的董事会 那不只进入董事会 同时会带来更多的订单 当初美超围入股立台之后 立台从55块涨到173块 但立台去年呢 还是亏2块5 2块5 股价从55标到173 到今天股价都还有124 其实立台也会是美超围缺料之下的受惠股 因为当立台入股之后据了解 应该也在合作开发一些水 这个散热相关产品 再来也会有所贡献 但是因为他去年亏钱 而且股价已经100多块了 其实这个立多已经充分反应 所以这波我不会超出立台 但是这一家低价美超围标股 股价只有30几块 连当初55块都不到 立台亏2块半 他是赚1块多 股价30几块比立台还便宜 立台都可以从55涨到173 那这一家只有30几块的 新的低价美超围的标股 我认为空间可能就更大 他有可能是立台从55块涨到173的翻版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一买就赚涨停 这不就是人生最爽的一件事情 当天买当天最赚涨停 所以我们手上股票都是最强 然后光环昨天大赚出清一趟 从39块4买1234 第三天第四天分别各出一半 总共赚10块钱25.4% 获利出清全部转进光环第二 标股赚完一档 再继续赚下一档 一档接一档 那个节奏踩得非常漂亮 那光环第二呢 在年前买下美国客户科沃大陆的产线 那买下大陆 这个美国客户大陆的产线 对方Promise要给你三年订单 每年贡献50到60亿的金额 这家公司去年营收只有50而已 所以光是这一块每年营收 就会多一倍 所以这个是一个立即的利多 五月份营收将要开始贡献 显现进来 那CPU部分呢 也将于第四系做量产 这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它有双重利多 并购的利多 应收倍增 CPU产品将于第四季量产 所以我认为这个再来 也是一档超级大标股 我相信再来要涨的幅度 会比光环来的更大 然后呢 CPU部分呢 今天早上 我们是不是才刚卖掉高利 然后右手转进 买进这一档CPU财报的标股 买的时候大概涨大概3%左右 不到一小时亮灯锁住掌停板 是今天的第二根掌停板 所以去看哦 今天的指数是跌100多点 大部分都涨传传股 电子股普遍来说都拉回 但是我们今天是两档掌停板 那它的第一季毛利率估计 超过50% 去年第四季大概40几% 去年第三季只有30几% 早时间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这边刚好有资料了 我说我常在讲 我的股市达人超纏心法 第一条就333嘛 三次三成就赚一倍 第二次就差 第二条 产品涨价股价最标 第三条就是毛利率往上的股票 是最标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27年左右的市场操作经验 所累积的一些精华 你在那儿好好参考 所以当我知道说它的毛利率伤害50% EBS第四季只赚几毛钱 第一季有机会跳到一块半到一块七 那看到这个毛利率的趋势 从40几%跳到50% 我就知道这一定会大涨 所以盘中买进很快就锁出掌停板 而且它是 我们是左手卖掉高利赚25% 右手转进这个这档股票 立刻又赚一根掌停板 所以这左右手全部都赚 这实在是超爽的一件事情 那高利呢 上周三就有掌停板嘛 礼拜四来到375 礼拜五399 礼拜一396.5 然后昨天433 掌停板创新低下来 今天早上再来到438 这边就全部大赚出新一趟 那资金转进新表股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档 CPU的新的标股 所以标股是一档接一档 那但是虽然我现在先把高利出一趟 那因为我们赚了25% 所以赚25%跟光环赚25% 同样都是赚25% 先获利出新 赚到下一档继续赚 等到高利跟光环短线乖离 收链稍微拉回亮缩 再来买 后面可能又有一波 那重点还是那个操作节奏 那水冷的部分呢 还有包含广运部分持续看好 因为第三就要出货广达跟合硕 毛利率超过四成如果涨价就更高 全年有机会赚超过八块钱 高利其红双红本云比都三四十倍 如果赚七到八块钱的话 你说这个股价不就两三百 这个股价空间真的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趋势都不变 不会说因为美超唯一拉回 台湾的AI股就挂 反而台湾的相关的AI领主件 它更应该大标 因为缺料的都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大行 所以大致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水冷 一个是CPU 我们都有最新的布局 还有最新的美超唯的标股 今天也是涨停板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上这些 新的标股 那今天只要在我们YT 或者LINE留言加1 加上你的电话 我说小孩才做选择 大人通通都买 水冷也买CPU也买 美超唯新标股 我们通通都买 只要留言加1加电话 我带你通通一起上车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